本周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大事 川普总统首次出访 伊朗大选尘埃落定 比特币病毒肆虐全球 台湾的国民党又换了掌门 当然在大陆媒体的眼中 哪个也比不上光鲜排场的一带一路峰会 大国崛起万邦来潮 有钱就是任性领导世界前进 这就是喉舌媒体给这次一带一路峰会的定调 可能是这当东家财主的感觉太好了 酒桌上在砸下一千亿元人民币之后 看在钱的份上 各国同意2019年再来一回 可以预期 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一带一路北京高峰论坛 将成为穷帮屁国 获得一笔意外之才的乐透抽奖大会 除了中国人都是赢家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一向大嘴巴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在参加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回国之后 立即召开记者会 向本国媒体炫耀 这次在北京得到一笔意外之才 除了由中国提供近4亿元人民币的自己卖 中国还将为菲律宾兴建戒毒康复中心 简直转翻了 另一个是斐济 这个人口仅85万人的太平洋岛国 在北京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资质后 就突然对台湾翻脸 不等其总理回国就将匪计代表处撤离台湾 所以大会所标榜的所谓合作共赢 显然并不包括台湾 在接下来的单元 我们将详细分析一带一路所涉及的方方面面 这里只提醒一点 一个国家在世界的领导地位 不是靠钱买来的 为利而来的所谓朋友也绝不会长久 前世情缘续水浒 红巢大案 金梁山 由本人担任制片的大型系列穿越剧 雷人水浒第三季 已经完成后制 不久将与大家见面 这部共16集的穿越剧 虽然整体延续了前两季的风格 但在制作手法上却有新的尝试 不仅扣虑背景从两围升级为3D 还融入了动画漫画等艺术手法 希望大家喜欢 当然作为影视作品 内容为王 这部戏的最大亮点 还是其现实与超现实高度结合 而又毫无违和感的剧情 其实任何作品都不会比中国的现实更戏剧化 下面是雷人水浒第三季的预告片 整部作品将在六月份 在网络和新唐人电视台同步播出 敬请期待 守护不是一个人的事 爱是相互的 我要一回家没看到你 我最喜欢那一幅画 快看吧 解决 手 bibli谷 到关注 宣传 -功夫 淳于 前vern 中央 接驯 宣传 bipart 高 中央 里面 我不能改变历史 小燕怎么办 怎么办 韩林冲 愿意随你同学 等 我要改变过去 好运 为什么我们告诉我们周围有危险品的抗库 轴子炸掉了 方圆二里地之内 没有火口 快跑 上 再不露面 局面就要失控啊 娘子 你家娘子投胎转世了 她就是你 你就是她 你是曾送她来的 我们要掌握他们的穿越技术 准备引爆海岳仓库 你把我杀 你也活不了 如果大爆炸可以防止 我们必须留在这里 我们必须留在这里 一旦爆炸后果不肯射击 如果浴水就会生成情话精剧毒气体 德国纳粹在屠杀犹他人的时候 用的就是这种东西 并不是你们以为的什么安全事故 完全是他们策划的阴谋啊 我讨论的是什么 我讨论的 不是发生的 我讨论的